大墨各部都无人了吗 那你大唐的婚盟就要 自言尚早 恭迎太子殿下 你就是那个 要娶我阿姐的阿世勒小可汗 太子殿下 台上这位就是妾的儿子 老阿世勒可敦多礼 姑就不免了 毕竟也不会是一家子 还是客气点 太子是否带了人来应战 是不是一家人 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吗 长孙哥哥 我阿姐可就拜托给你了 愿不辱命 姑与二位郡主甚是投缘 准你们与姑一同登楼观赛 谢殿下 董姐 到底行不行啊 阿姐放心 长孙哥哥是阿娘侄儿里最能打的了 要是他不行 剩下那几个更不行 这一眨眼的功夫 真是 真是 多历史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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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勒小可汗 连胜 什么 胜都打完了 可还有人挑战小可汗 看来是无人敢挑战了 着那么急 婚嫁乃人生大事 还不许让人家多考虑考虑啊 既然太子殿下发话了 那么我就给各位一点时间考虑考虑 到底要不要上这个擂台 没想到这个长孙靖 竟然这么不精打 现在可怎么办 我可不想我阿姐 就这么嫁去那种苦寒之地 而且 这个摄儿 我看着就讨厌 我才不想让他做我姐夫 乐爷 你别着急 书彧一定会来的 魏郎君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魏郎君来了 那就好 我说你 我也不许愁 我说你如此 我看见你 你不要听见你 因为我受伤了 你不能听人家 你如果贪你 我照着一言 你不许愁 我须着那分之后 你就可以了 勒泰我一定会杀 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绝不允许你远嫁草原 可保护归保护 我不能骗你 勒泰打成功之后 不代表我们要成亲 乐言 现在的你变得那么勇敢 我很欣慰 所以我也不能唯唯诺诺 只不不前 希望你能明白我这个 做哥哥的心意 对不起 我明白 既然书彧哥哥不是为了 驸马之位而去打雷 那便不必上台了 乐言想要的 不是一场打雷的胜利 而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 我心里想得很明白 不是兄妹之情 而是两个人能够 长长久久地在一起的 夫妻之情 站在擂台上的那个男人 是因为爱我而去打雷的 不是因为保护我 如果只是保护我的话 乐言不需要 就算是一场打雷的 即使是赢了 对于我来说那也只是 轻慢和侮辱 可是 今天的擂台 擂台之事 就不烦恼书彧哥哥了 乐言已经不是从前的乐言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可以处理得很好 就此谢过书彧哥哥 再试一下 儿子 快走 乐烟 你怎么了 书役呢 怎么没跟过来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找得选 不是 我是不想勉强他 也不想委屈自己 你们都说清楚了吗 说得很清楚 我去找阿孙来 不必了 为什么不必 我不想勉强任何人 这不是勉强 这事关你的终身大事 是 先把眼下这关过了再说 你等我 昌哥 笋哥哥 你来了 快 上擂台去 我这是来观战的 什么来观战 来都来了 明明心里想帮你 还口是心非的 我不帮别人 乐烟又不是别人 笋哥哥 你先别说了 虽然我非常不想让你上台 但是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你快上去吧 如何 还是无人敢上台吗 若是再无人挑战犬子 那犬子与大唐的婚约 就算落定了 快去啊 笋哥哥 世纪从权 先打了再说 以后的事以后再解决 就是啊 哪怕长哥同意了 我也不会允许的 这什么情况 已经给了各位足够的时间考虑了 我再数最后三个数 若还是无人上台 这事 就这么定了 三 阿笋 笋哥哥 老少生 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 难道就不想揍他吗 二 快 从这跳下去 好 一 阿笋 还有我 好多